RNG的首发 小白登场 小虎去中路 可以 可以 最后一场 给小白也上场练一下 毕竟目前已经这个7-0 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 而且正好也可以练一下 这种中上可以轮快的 变换的阵容 给小虎回中路打一把 最后小虎这边要选飞机了 小虎给团队买保险 还是换了瑞兹 飞机确实前面对线不太好 不太有队也不太好推线 这样小白上来玩那儿 然后给小虎玩中单瑞兹 整个的一个打法风格还是没变的 就是人变了 宽颖在后台表示 正我上虎也是这个阵容吗 经典我上我也 我上一样啊 我上就是小虎去玩那儿 我去玩瑞兹啊 来了比赛开始 牛头是带了一个虚弱 啊 蓝波这边也是带了一个黑暗收割 然后上路一样是抢攻克亚特 没啥问题 双方一字排开 中路先点个赞为进 看见打一套 AQ 蓝波这边是带那个 一个小的减CD 才可以刷自己的一个温度 是的 现在一般都是带技能 点一个技能急速 然后一级学W 然后这样的话比较好叠自己的红温 利用被动去刷野 对把自己卡红了 然后打那个 这个基石符上面都比较正常 啊 蕊子这边也是带了一个风波剧集 第三栏 确实没啥点的 有些人会对线点个胶着 想进吗 这个位置想进 被视野看到了 一级乌蒂尔毕竟是比较强力的 强行进 那这样换野区 呃 这个换野区来讲 对小白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为这样蓝波等于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自己的一个上面野区 是 他没办法压了 嗯 不过这颗眼的话也 啊 这 啊 啊 抢这个时间吗 早用早CD 前有Yellowstar MSI 闪现安妮抢石头人 后有帕布兰博 闪现过墙反红buff 这太狠了吧 与时间竞速 但是 但是还是 没有5点刷的快呀 那是 而且自己下路也会非常的难受 我只能说有点东西 好吧 是个狠人 是个狼人 他才是真正的狼人 他才是狼人 是个狼人 这样 RG的下路肯定是舒服一些 打野应该自始至终都在自己这边 嗯 那就是小白跟PG的下路双组会难受 勾 而且一勾勾到 打一套 虚光组 W挂上 再有 这往前滚付出了 起码 150血的代价 上路过来 蹭兄弟几个兵的经验 然后往自己的蓝buff野区走 嗯 但说实话 那儿起码手长 还能补一下线 这个VN就日子不太好过了 现在也就只有三个兵 嗯 回来刷自己的上半野区 还是小白要小心啊 是的 这场比赛 视野做得也不错 小虎刚刚的一个视野是帮助对方 帮助自己的上路知道蓝buff的位置 下路 两个人在塔下 因为VN也没有一个倾线的能力 包括也是乌蒂尔在往这个地方刷嘛 所以PG的一个下路 哎呦 这老牛直接在 工作上补塔刀的路上 被嘎拉给点成了半血 那这样小V过来 如果插眼配合像瑞兹的一个踢P 瑞兹可以踢兵线感觉 这波要不要踢 算了兵不太多了 兵不够了 只剩三个兵了 而且你踢发条也流踢了嘛 所以这波其实硬踢的话会出问题 那这样再过来吃一组对方的F6好了 这样在刷野的数量上会领先蓝buff一些 多刷一组野 帕布这边也是在往对面赶的 是 帕布这个两次的横跨河道 都是被小虎的一个视野看到了 而且其实在从第一局啊 就是他们第一天比赛对于PG的时候 就是利用视野完全掌控到了对面打野的位置 想打强攻 牛头帮忙顶了一下闪现 这个位置是维恩恶魔神盘定走了乌蒂尔 但乌蒂尔依然是拿到这个人头 但嘎拉这边血量不太好 被打一个治疗 嘎拉还有闪的在卖 BioPancer下来 只能是反向交笔质来到了防卫塔后面 哇 这波也是下路的对线换血 上面在组合上面领先很多 而且这波如果不让BioPancer回家的话 瑞兹还可以过来进行跃塔 发条是有踢的 这个时候要小心对方中路的一个TP 是 来了 直接勾到 这个位置直接秒了 瑞兹下来上岸很高 发条这边又是200P 今天感觉王发条这个P都很高啊 这TP又晚了很多 闪现过来想拿小薇的人头 小薇这边回上去虎形态 维恩闪现开了这个头 自己也死 牛头一个闪现二连 这过上岸差一点 嘎拉这边被牛头敲敲的敲死 符文禁锢最后是拿到Chance的人头 那这波月塔RG最终是打出了一个 二换四的人头交换 是 主要是这波让小虎拿到了三颗人头 一个瑞兹在前面能够拿到三颗头 大家都知道这个威力是怎样的 并且上路这波TP到下之后 自己上路亏了一波兵线 这波只能说牛牛泪目 我觉得他还不如干脆第一时间交闪 不去吃内钩的话 还不会死 小薇闪现A了他 没办法了 这俄加特直接被融化了 俄加特也是 也是没有交技能的情况 然后这一波是 强行交闪想K头 最为致命 他伤害不够了 确实他不闪 伤害有可能不够 我觉得没啥问题 这么不闪 熊形态已经把Chance拍晕了 这伤害应该是不够的 如果不闪先拿这个头 这样打下来的话 RG前面节奏还是非常好的 开车 直接过来 老牛是没闪的 老牛在墙边 被勾回来 顶走小虎 人头感觉还是给小虎了 小虎四个头 Rampage 六分钟四个头 是 无论走到哪 人头都是他的 伍原走脸 被五级五点拍住 回身 A一个强弓出来 但效果也不好 这下轮有点 对线直接裂开了 而且 现在这个一个 四个头的瑞兹 在中期对游戏的掌控力 是非常离谱的 这UOL狂洗 UOL现在已经在研究 下一把的BP了 是啊 UOL这把真狂洗 现在 而且UOL希望就说 这把RNG折磨一点打的 对吧 在站在他们角度 把心态给打崩 是 而且如果算上这场PG 等于是三场连续作战 确实这个体力上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这蓝波前面闪现交完 现在感觉 帅是挺帅的 老牛海格自然下去了 但是这波 蓝波第一时间过不来 并且 选择绕一圈 老牛挡钩 挡得很漂亮 第一个高人下空了 这个大招封路 封住了小明的走位 那人头还是被自己拿到了 这下老牛其实挺灵性的 他海格自然下去 二连不说 他还是挡住了 逃兵的一个疏通航道 是 抓到了小明的一波机会 但是此时此刻也许 也没有东西刷新 所以他逛了一圈之后 发现没东西可以吃 想要过来越塔越 嘎拉的塔 二连 蓝波来了 嘎拉这位置没双招感觉 交啊 哎呀 一走了 有内鬼终止交易 闻这一下意 谢谢您了 好兄弟 我只能说 对吧 嘎拉这波是 一个 猎手本能 本来并没有完全来到安全的距离 但没有想到 对方直接帮自己 猎手本能增加了大概 八百码的距离恨不得 就死扶伤了这波 是的 好兄弟 好兄弟 而且这维恩 哎 有人迷路 在野区 直接被钉住 小维也来了 弹一个爆炸果实过来 发起来拉得不错 但是熊已经出手 是啊 要被伤害给灌死了 小虎再次拿到人头 八分钟 五颗头 说实话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有些细节 你一关注 你就觉得有点夸张 这维恩27个刀 那确实有点 纳尔正好变大 把两个人拍到墙上 小维也掏一个虚弱 被拉回来了 刀也总的恐惧 拉回来 甚至恐惧到了一个纳尔 那这样 算是一波一换一 哇 这维恩28个刀 现在这个维恩的补刀 是泰坦的两倍 你敢信 维恩冒号 等我三件套 这选维恩 确实你付出的代价 是比较 还是前面 幻野区 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吧 但是这英雄对线太难打了 你第一补塔刀的难度 比别的英雄是高很多 然后第二 就是这英雄一点对抗没有 只能说RG在第一波 利用自己的强势 入侵对面红buff的决策 做得非常不错 这维恩 瞬间瓦解了PG 选出这个维恩的 所有的想法 上半区核蟹刷新 小米已经第一时间来到上路 配合上小薇 可以成功地把这个核道线线空下 是 这一波直接想要来接 这波硬接吗 这维恩不发育了 Predex直接不要下路兵线了 这就是团队型AD吗 既然 不发育了 对线也是捕不到刀 小薇在打 这个位置发条大招 马上转好 正面直接闪现 其他扶线机构 一个死亡闪现的蓝博 约德尔人在过墙之后 是直接被拿到人头 这个位置 很果断 小薇这个闪很果断 主要小虎伤害太高了 直接EWQ把蓝博秒了 特不得 六个头的李元浩 这就是密的虎 中路在顺势推一波线 下条龙还有一分多钟 时间就刷新 身上有小虎先锋 这把小虎玩太爽了吧 这直接现在 化身虎大魔王在冲路 这这位 按下车也漏了 在麦 牛头在边上 那泰坦也在路上 这位太难受了 本身想的是 与其对线也吃不到刀 不如去打一波团 但是没想到 走去的路上 队友又死了 这样的话下路的冰线也没吃到 价也没有能够参与进去 什么都没有得到 快乐都是别人的 这兄弟 这兄弟这把 照这个形式下去 应该是断开连接了 现在经济上面 又是十分钟 三千块左右 这个也是有粉丝表示说 上一把打这个 PGD的时候有点松懈 所以说希望也是能够 严谨一些 对严谨一些 那确实上一把打这个 又要19分钟直接平推了 这一把我看 这个优势也很大 现在RNG只需要回去 补充一下自己的装备 出来接这一条龙就可以 这感觉对方也不会接 这条龙RNG就直接吃好了 问题是在于RNG后续的 一个想法 感觉他们是可以利用开车 再次对下落进行进攻的 野斧在蹲 消失在视野之上 但这波蹲 感觉蹲不到人 应该不会有人 这么冒险的走到野区了 RNG这波就想是龙刷之前 你有没有来做视野的人 我先对吧 吃个 这个车又漏了 55个刀 又漏车 怎么玩 卡莎R了 卡莎这位置R是因为 泰坦在身边 他很安全 逼了一波治疗 是的 直接把牛头 牛头直接把泰坦顶走 但这个眼还是要给出来 龙也被打掉 这龙也是小虎的 这波PG一直在Ping 是有一个绕后眼位的 踢了 但是RNG这边人也不少 勾老牛了 牛大直接一个QR 开出来之后 给艾特下来 纳尔迪的位置好嚣张 栏目一个大得不错 大出了小明的一个闪现 大尔下来被套一个虚弱之后 这波5打5是成功拉开 小明现在这个血线啊 其实是不太能支持顺便打了 毕竟对方有个大侧的 但是顺势可以直接开车到中路 放狭狗先锋 打一波你中路的轮空 非常的灵性 这波PG我看他们一直在Ping 草丛里面有一颗绕后的眼位 但是RNG这个阵型 第一时间拉了很快 并且蓝布的大招 其实只起到了一个风路的作用 没有能够大到嘎拉 感觉这个趴步着蓝波 没那味儿 是不是 有点熟练度不高 这没有他操作的机会 当然 闪现笔制背回来 一啊逼中 这波这个压特实战度还是有的 好吧 这个压特感觉 毕竟绝活英雄 对 这操作到位了 压亚特这英雄也是那种 一啊逼中 就背的空中往后丢 超越死亡的恐惧是逼中的 是 但是又是那个问题 他们两波再也去找到了 RNG的机会 但是杀到都是干人头 也可以 对于RNG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甘尔也是在下路又再次吃到肚层 很肥 这把主要还是少个人啊 打的东西少个人 少个没 对啊没AD 自己这边 再给Chess拿个篮 哇这把嘎拉 选择出狂风之力 这把反正 优势比较大 不缺伤害吧 出狂风操作的一个空间比较大 你说要是没有那种输出上的压力 谁又不愿意出狂风呢 确实 AD谁不想出狂风呢 狂风又帅又爽 爽 是真爽 帅是真帅 但是 主要是前面被小削了一下 不然的话 大家还是喜欢的 那还是加强又削回来了嘛 因为加强那会儿太强了 那60秒确实人人都高 确实 我感觉就 你把它削成75秒也好啊 就是点太长了 一刀又砍回最开始 这挺伤的 这个下路塔摇摇欲坠 看到中路密斯直接往下靠之后 PG三个人也没有办法 敢守在自己的防御塔下 这闻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要吃鲜 又露了一个炮车 没办法 上路也是 军训俄加特 对 直接是退手 自闭草松 这样防御塔也被推掉 节奏上还是RNG好太多了 没办法 这个真的没办法 15分钟 6000块钱的经济差 小虎在队友上下路做事的时候 自己也很小心 即使在对方没有中路一塔的情况下 小虎也没有到太激进的位置 对 没有把兵线过分的推到河调之外 他毕竟自己是个1000块 他现在也懂得 确实 他回家感觉都快两件套了 这个大天使马上要摸出来 这波想要对上路动手 看纳尔的位置了 纳尔这波也有挺的 而且额加特刚才把挺给挺掉了 但是有点远 除非额加特摊这个防御塔 但是在这个位置回拳就不好说了 小威来了 额加特这边直接开W减速成绩 留一下开凤凰 再等纳尔 纳尔这边A了小兵的三环 没有防御塔 两边都有人支援 太太这边拦住了过来的 啪步啪步 交闪又一个死亡闪现 再一个狂风往上收头 有一说一狂风还是爽的 嘎啦是爽呀 这个峡谷先锋也生 哇这节奏 节奏非常好 杀完人之后这个先锋刚刚诞生 你感觉这先锋是他招出来的 是 新鲜出炉 就他往那一站 把先锋招出来 确实 进行了某种神秘的仪式 并且这个时间段 小虎也是在下路又带了一波线 但好消息就是 维恩终于补了几分钟刀 现在已经是把这个补兵的差距 缩小到了80刀以内 这 这个时候镜头给到了UL的队员 非常 有一丝丝紧张地握着手 你难道期待我这个时候笑出来吗 对吧 我就算儿子赢了 我也要打比赛啊 你难道期待我笑出来吗 那个哥们的镜头 看镜头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波小明的游走也非常的关键 还是因为过了对线期 下路双人组直接换到中路来 所以小明可以快速地支援到上半野区 这样一来的话 刚刚好 就是小龙 第三条小龙刷新的时间段 身上又握着小虎先锋 对面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过来 与此同时 小虎身上有踢踢 所以换去上路进行带线 节奏非常好 强势入野 水龙再一拿 这把还是个水龙魂 下路 虚空索一中 感觉不飞了吧 比较稳 飞有风险主要是 你不确定对方的人在哪的情况下 硬飞有风险 主要打野是miss的吗 优势大归大 对吧 但是严谨还是严谨的 第三条龙稳稳拿下 而且你看小虎真的很稳 他一个人在上路带的时候 自己的队友都在下半区 知道对面 没有办法去接这条龙团 只能在上路找找机会 所以他根本就不出现 推完这波线 他就往后去吃野 有踢 两兄弟人都傻了 这个位置怎么有个厄加特下来了 小明直接是被文定在墙上 打到人头 两兄弟在那儿做事 但是没想到有人踢下来了 这确实鸭子有点深入了 打了个果子 跳上来挺进 接拍到墙上 笔子是被打断的 符文金箍留住之后 一块巨石被走位扭掉 但是这个位置超复合的一发 这个Q好重啊 Q拿到这个人头 维恩又是闪过来想杀嘎啦 但是立刻被拍晕 拿到人头 小微化身杀嘎的贴身保镖 哇 这把文也是熟赌赌上职业生涯的闪现啊 两波这个闪现都是这么往前敲的 你怎能想到啊 小虎这里直接闪现空 控住永生再定 原地罚站三秒 杀嘎这边差点被烧死 但确实只是差点啊 下谷先锋 是 可以顺势破掉下落的高地 这对面死了这么多人 感觉有机会可以再继续往前插啊 这没有任何倾线能力的维恩复活 破掉一个门牙 可以向后先撤一下 不着急 这时候复活的小明赶到正面 发现兄弟们已经准备回了 这把又进入到了这种 可能对PGG来讲 比较折磨的一个局面了 是 他们这个阵容 双C确实是具有在后期的作战能力 但是这个得拖到再过25分钟 石头人 哇 杀拉两波想回都没能回得去 是 这个石头人 直接打断了回城 这个伤害确实是太高了 379的法术暴击 说实话 跑步这个大招撒的 这两波看下来确实熟练度 没有那么高 这把跟他熟练度感觉 他主要也前面也崩了 对也没关系了 这把 哇 这一套罚战连招 一打都接勇双 是啊 20分钟 这把 已经是来到了1万左右的经济领先 来看一下RNG 接下来怎么去终结这场比赛 利用这条大龙做一下文章 现在是让有TP的小白去下路进行编带 其他人抱团推中做视野 你这个位置如果再在大龙 敦服不回来的话 高地都要被 就被给压力了 因为二塔摇摇欲坠 只能赶快回程 那这样上半野区先入侵一下 然后把上半区的视野一做 接下来准备利用这条大龙 调对面过来就可以 直接打吧 说实话 经济差距确实有点大 装备差也摆在这里 直接打 别犹豫了 主要锐兹打太快了 这个时候锐兹 副吸油带双吸的一个情况下 但是二人机打得很稳 没有选择直接开 对方两个蓝色视频都照过了 中路想开团吧 瑞兹其实可以开车开团的 对 带太太 送一个泰坦过来 泰坦下来直接被牛头 加入模式门顶过墙 再自己闪回来一个 阿道无言无言 这边是没闪 看下暴雨 直接跟收集着 牛头给拿到这边那儿 在留人 牛头这位置没有闪现的 那应该是走了 后续还想继续追 想把这里拍 其实拍回来了 是否能进场 刚才这里再次收下人头 拿到一波double kill 一个钩子 逼出了恰似一个闪现 反向一拉 拉到两个 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自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在后方 把我拍摄 这里也想要回家 也回不去 队友直接围追堵截 那这样的话 小虎也再次拿到一颗人头 一次后是队友 已经开始拆起门牙 这一把要宣告结束了 没够到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应该依然要 恭喜RNG 8-0的小组赛积分 保持自己全胜的情况下 还要最后再来一波 兄弟们 再不退赶要出事了 点了 快快 点GD 小虎有块表 他们在等队 把小虎杀掉 这个小微 最后还是 小虎的一块表表 让对方的这个举动落空 我们还恭喜RNG 8-0从A组出现 恭喜RNG 当然 全胜 今天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是的 刚才在后台的UOL 我们也给到了他们镜头 接下来的一场加赛 将会是UOL 对上PGG 两只队伍在这个小组 都未能从RNG手下 拿下任何一个胜场 而彼此在对方身上 又都赢到了两场的情况下 接下来这场比赛 将决定了谁 能和RNG一起携手出现 是的 清楚究竟要怎么样 去应对这一套阵容 来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 这一场也是小虎 Mid Ho打出了全场最高的伤害 很早很早就拿到了6-0的人头 对 但是也不好说 来看一下本场的MVP 没有任何的悬念 是给到了小虎 这一场转换到中路之后 成为大魔王 13-0-3的KD 同时拥有着72.7%的参战率 伤害战比也非常高 33.9% 各位好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欺人 恭喜RNG全胜出现了 我们这次下一个比赛的阶段了 我们请到的是 这回是中单小虎 来到赛后采访 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RNG的偶尔的中单小虎 我觉得熬夜 看比赛看到现在的各位 应该觉得非常非常值 第一是见证了你们的全胜小组赛 第二也是见证了你的中路回归 先问一下好了 回到了非常熟悉的路 第一感觉是什么 说实话 突然坐在那个五个人的中间 还是有点不习惯 我一开始还要求坐在边上 但是因为起交了中单 所以就只能坐在那里了 原来还有说 座位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因为在那个上单那边做习惯了 就是偏僻但是很安静 就挺适合我这种 喜欢在草里蹲人的人的 原来如此 你坐在中路的时候 有心跳稍微加速一下下来 当时就一直想着 这盘要就是怎么carry大家吧 因为打中单肯定要 对可能对要求 对打中单的要求更高一些 今天你的瑞兹发挥的 非常非常出色了 我们一会儿再聊 这个游戏内的部分 因为小白其实也是头一回登上国际舞台 所以在开始之前 队员员们有跟他讲什么吗 小白的话我就跟他讲 让他就是放轻松去打 因为对面的上单 我也已经交手三次了 俄加特我也打过两次 就是一个很稳的选手 也不会怎么跟你换一下怎么样 不过我看了一下第一盘 就是第一波 那个俄加特用意去打小白 感觉有点想捏软式子 想欺负我们人 是的 想欺负我们小白 传授了一点点经验 那今天你回到中路之后 其实是跟Chess选手对线 之前看到你们有在游戏当中 友好的交流过 今天有公平互动一下吗 有啊 就一直在讲那个 solo kill单杀什么的 原来如此 我们问一下 今天在下路第一波你们发难 就是乌里尔绕视野 后来你瑞兹非常及时地靠 后来就是收割战场那一波 三个头 第一时间是怎么样的沟通呢 因为玩中单的话 就是可能从游戏一开始 我就会比较想安排好前期的布局吧 就是会想去边路 不管是上或者下去约下塔 打一些优势之类的 对 都是我们安排好的 安排好了之后 好像在后面 泰坦在做事 也可能压得比较深的时候 对面是抓到了嘛 后来厄加特点了果子之后 瞬间被小白抓到 然后你也是马上开达过来 开始收割战场 你们就两两分工完成了一个把对面打来的团面 对 那波是谁指挥的呢 小明先被河道抓到是吧 被对面就是在做视野的时候 我有点记不清了 在那个F6旁边那个草丛的时候 那一块 F6旁边 对 后来厄加特 那个就是正常的 就是兄弟被干了 然后大家就TP过来支援一下 我就我兄弟 可以那最后两个问题 感觉这一次MSI上面有很多情况 我们都看到的是 可能每个队伍的团战能力 是胜负的一个关键点嘛 那目前为止 你觉得小组赛当中 RNG的一个团战表现 有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呢 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小组赛 前击场的话 团战是打得比较 就是我们是发挥的比较好的 然后后边的话 可能就是 比如今天前两盘也有点乱来吧 就是对 有一些太过于那个追求击杀了 没关系 后面还有这个调整的时间嘛 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已经顺利的进入到了 对抗赛的阶段 所以对于这个 下一个阶段的比赛的话 有什么样新的期待吗 嗯 说实话 这这八盘打的确实有一点 对 就就希望之后的那个六强赛 可以跟那个比较强的队伍交手 因为那个样子 我也可能会想打出一些 更多的名场面 然后也会 对 安爽一下 期待更多的名场面 期待RNG更加精彩的 在我们赛场上 MS赛上面大放光 我们非常感谢小虎来到 下期待采访 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